龙珠超,巴朵斯嫁给孙悟空,拥有神族和塞亚人的血脉,出生就是白神。 塞亚人和地球人的混血儿,天生便拥有强大的潜力。 随着一风实力的增强,第二代混血儿的潜力,将会比第一代更有加强大。 对比孙悟范和孙悟天的情况,就可以明显看出两人的差异。 只可惜琪琪不像孙悟空,天赋和潜力都很有限,自身的实力也就比普通人稍微厉害一些。 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,和孙悟空结合后所生下的孩子,天赋和潜力都如此逆天了。 以至于就有一些朋友猜想,要是让孙悟空和巴朵斯结婚,诞生一位神和塞亚人的混血儿,那该会有多逆天? 先不说孙悟空和巴朵斯,就单单是孙悟空和西界王神结合,所当生的混血儿,实力就远在超四之上。 在龙珠AF剧情中,就看到了孙悟空和西界王神的儿子。 在孙悟空和神龙离开地球后不久,西界王神来到了地球,身边还出现了一位年轻人。 他便是孙悟空的第三个孩子。 只不过这时的西界王神,已经黑化成一位反派,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打败孙悟空。 只可惜孙悟空不在了,迎战西界王神的人是贝极塔和孙悟饭等人。 而此时的贝极塔,已经可以变成了超四,孙悟饭在多年的修炼下,也达到了超四的水准。 可即便两位超四联手也不是对手。 最终还是孙悟空再次回归,展开了富与子的激烈较量。 可即便是超四的孙悟空,同样不是自己这个儿子的对手。 可见神和赛亚人的混血儿,所拥有的潜力是多么的强大。 而界王神之上是破坏神,破坏神之上才是天使。 可见天使的等级,比起界王神还要高两个段位。 别看只是两个段位,到了界王神这个程度,每一个段位都是天壤之别。 就像老界王神被比鲁鲁斯封印,结果比鲁鲁斯在维斯面前,却像个三岁小孩不堪一击。 再加上巴朵斯的实力,稍微比维斯强大一些。 而孙悟空现在的实力,虽然远远不如巴朵斯强大。 但也是破坏神的水准了。 并且孙悟空和巴朵斯,又是两个不同的种族,两人的实力又如此强大。 要是这样的人结合在一起,刚出生的婴儿就是白神形态。 因为当初的孙悟空,七岁就可以变成超赛,是因为孙悟空和琪琪结合时,已经可以变成超赛。 而现在的孙悟空已经掌握完美自在即义工,天使在常态状态下,就已经是自在即义工的模式。 两人比起当初的琪琪和孙悟空,存在巨大的优势。 那么生下的孩子,自然就是天生的白神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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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。